六創意健康店 是一家最多元化選擇的健康店 提供二千多種不同種類的健康食品和飲品 環保家居及個人用品健康產品 營養補充劑一系列健康舒適等等 六創意健康店 電話28824848 網址3W多 H E A L T H SHOP.COM.H K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醫生 你好 Hello 大家好 Della 好 在研究報告裡面發現到 其實有些早期的病患者患有腦退化症 其實他也同時有情緒的低落問題 但其實兩者是否有關聯的呢 是的 因為很多時候你發現 有情緒比較大的人 尤其是當他有輕微的腦退化的人 很多時候同時也有出現情緒低落的 所以到底這兩個關聯是怎樣呢 是否會不會情緒低落呢 會導致腦退化呢 所以很多年來很多人都不知道 到底那個關係是怎樣的 但讓他看到這件事 往往同時 老人退化老人之外的時候 同常很多時候 他們都是有情緒低落的 那到底是否一個起因呢 還是只是一個風險的因素呢 這樣 那 可能兩者是沒有關係的 是 所以在美國 在美國叫Rush University 應該是美國的 做一個很大型的分析 這是1990年代的 他做了兩個 我們叫做 Cohort Study Cohort Study是排列研究 意思是 將已經現有的大型的研究 相似的研究 大家加起來做 即是大數據分析 當時他有一個研究 叫做Religious Order Study 和Rush Memorial and Aging Project 那這件事 就是說 他就是 將這些資料加起來了 那他通常呢 他這個大數據呢 就看看那些 情緒低落的數據 那個 那個認知 那個退化 還有 還有 是 那個腦的最後的解剖 就是打開腦 看看到底有沒有很明顯的破損 那樣的 那些人均的起步 那個年齡呢 大概是76.6歲 都比較嚴重的 都量的 是 但起碼呢 他是沒有明顯的 腦退化 沒有明顯的情緒低落 好了 跟著呢 跟蹤他們八年左右 發言有52% 百分之52% 就開始有輕微的認知障礙問題了 嗯 還有呢 18% 就直接就有腦退化 是 也挺多 是 跟著八年下來呢 你想想 76 即是80幾歲 80% 都已經是有些不同程度的問題了 沒錯 80% 那在這個研究裏面呢 發現呢 就已經有680人 就已經過了生 嗯 76.6 是吧 八年了84歲 那美國人的平均壽命 只有70幾 是 好了 跟著呢 他會做一些 做一些解剖 腦部解剖 看看他裡面的 所謂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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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一種 叫做 Tao Tango 就是那些 有些蛋白質的 那些 那些結節 那他發現呢 他這個研究發現呢 他說 當他年齡 一路一路大的時候 呢 那個 那個情緒低落的症狀呢 是慢慢的 就是輕微增加的 嗯 好了 那 而 50% 的人 如果是有輕微的認知障礙的人呢 是 通常呢 就是會 在那個 那個 就是輕微認知障礙之前呢 就比較上呢 是情緒會比較差一點的 嗯 那就是說呢 50%呢 是他未曾腦退化輕微的症狀 認知障礙出現之前呢 已經有些 有情緒低落這個現象了 是 而 百分之十八呢 是 結果 已經是 就是腦退化的呢 是 結果呢 他的情緒低落呢 是更加嚴重一點的 嗯 OK 就是 就是更加嚴重一點的 但很有趣的 當他的腦退化呢 真的形成了之後呢 反而呢 他的情緒低落呢 就反而呢 是少了一點的 嗯 即是 還未退化之前呢 他那個情緒低落是嚴重一點的 但他退化了之後呢 反而情緒低落就沒有那麼多的 嗯 那很明顯呢 情緒那個低落呢 是跟我們那個腦的認知退化的 的 退化呢 是 是有關係的 OK 即是 即是 不論你 即是 因為他都解剖了嘛 那反而呢 他開腦解剖呢 就看不到那些什麼特別關係 但起碼呢 在那個 在那個臨床方面 你看到呢 他們那些 那個情緒低落呢 是很明顯呢 就是 這個呢 情緒低落呢 是很明顯呢 是腦退化的一個風險來的 因為很重要的風險來的 是 是 而在研究裡面呢 即是很明顯證明了呢 那個 情緒低落呢 就會引起 即是 如果有腦退化的人士呢 其實他還未確診之前的時候呢 就很嚴重的那個 情緒低落啊 一些東西這樣 都會有這個 多一點的關係 我們其實有什麼辦法 可以預防這個情緒低落 或者怎樣醫治這個情緒低落 不要讓它演變成這個 腦退化的問題呢 即是 起碼這個是一個風險 是不是 你起碼這個風險 或者控制了這個風險 可能呢 會不會對那個腦退化呢 會減低它呢 是 其實最簡單的一個 我吃一些 陽光的維他命 就知道就是維他命D 就是知道呢 曬太陽 曬太陽呢 會增加我們維他命D 那我也都在這個 流感的期間 我都經常都發現呢 為什麼很多時候 流感呢 是冬天比較多的 那原來那個 維他命D呢 是可以什麼呢 在情緒方面呢 它有另外一個好處的 那我知道維他命D呢 是身體其中一個呢 是最好的抗氧化來的 最強的抗氧化 但是呢 曬太陽呢 亦都可以增加我們身體的 那個退化激素 嗯 OK 那這個退化激素呢 就很明顯是 影響我們那個 我們的 mood 是 我們的情緒 另外呢 就是盡量多些運動 OK 那我以很多其他的研究呢 已經發現呢 運動呢 那個那個對付的那個 那個效果呢 是差不多跟你吃那些抗疫核藥 一樣那麼好 是 一樣那麼好的 但是起碼運動是 沒有副作用 安全很多 是不是 不用擔心那些抗疫核藥的副作用 那麼其實呢 有些人呢 可能他的那個活動能力已經 已經已經很 已經很 已經在局限了 那通常我覺得 是不要緊的 在家裡逛逛都可以的 就是推著輪宇逛逛 或者在街道 在家附近呢 那個 去散步啊 那樣 其實很簡單的 就是總之做一些事情 無論怎樣少也好 都好過是完全不做 OK 就是不用說一定要 要全面運動才有效的 不是的 好了 當然了 營養 是不是這個情緒呢 可以用一些好的營養 那吃些好的營養 還有呢 避免一些我們叫做 會讓你身體產生炎症的那些食物 所以我們終於叫做熱毒 就是煎灘熱毒的那些 那簡單來說呢 就是不要吃那些 就是煎灘熱毒的那些 不健康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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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脂肪食物 那還有呢 盡量減低那些 精煉的那些加工食物 那還有呢 是減低一些 所謂精煉的 炭水化合物 就是好像 白麵粉製的食物 白糖造的食物 那這些 那這些是很 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第一 首先 大家可以做到的 嗯 好啊 其實有些什麼是抗抑鬱的藥 有些人就會這樣 那為什麼不用抗抑鬱藥呢 有些人都習慣了 誰都聽到抗抑鬱藥 我通常都覺得抗抑鬱藥 其實是非必要 就盡量不要用 為什麼呢 我們在這個研究 在另外一個 在Pansylvania大學 有一個研究呢 他發現呢 有一種藥呢 叫Satulin Satulin 那種抗抑鬱藥 那那個 那牌子的名字叫做 Zoloft Lustril 很多人呢 可能廣告很多這些 是 但對這些抗抑鬱藥的病 是未必好的 尤其是呢 如果你已經有那個老人痴癌 OK 那因為呢 它有很嚴重的作用 那其中有一個案例呢 就講一個 這個 有一個女士 有一個人呢 有一個女士進去那個老人院的 那當時呢 他就被人開了一些 的Paxyl 這些這樣的抗抑鬱藥的 OK 因為他當時呢 就在腦退化中 就是已經看到腦退化中 是 那就立刻開了這些這樣的 這隻Paxyl Paxyl 那發現呢 他咳嗽藥之後呢 他那個病情呢 是急劇跌下來的 嗯 所以我看到呢 其實呢 但是聽我們的節目的聽眾 都知道了 其實有很多很有效的 天然的 自然的工具呢 是處理這個 那個情緒低落的問題的 嗯 是啊 就是不要每次去覺得 情緒低落的 有些情緒病的問題呢 就立刻去吃一些情緒藥啊 那些東西呢 但是其實呢 都知道了 前幾集我們很多時候 都有提及過呢 很多時候那個 老人退化的那個症狀呢 或者是腦退化的那個症狀呢 其實都是跟我們呢 用很多的西藥呢 各方面而引起這個問題的 那現在很明顯看到呢 就包括了這些抗抑鬱藥 這些這些 都是會導致到 這個 就是老人癡癌啊 或者是腦退化 這些的問題的出現的了 好 今天我們分享的時間都差不多了 好多謝阿元醫生跟我們的分享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跟阿元醫生做一個會診 電話號碼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聽眾 也可以透過Skype 跟阿元醫生做一個網上的會診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